上个月26号 李忠硕所属社发布李忠硕将在3月8日服兵役的消息 今天正好是3月8日 所以大家没有意外的接到了李忠硕入伍服役的消息 李忠硕服役跟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在于 因为中学时遭遇交通事故导致十字韧带破裂 所以在参军体检中被分类为以社会服务的形式服两年兵役 李忠硕入伍服役意味着大家将在银屏上面看不到他的身影 而且这个时间还有一点长 根据一些媒体的推测 李忠硕退役的时间将在2021年1月2日左右 两年的时间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 可是对于一个明星来说却意味深远 两年的时间可能粉丝都将他的容貌一望干净了 就像今天他入伍 网友只关心蔡徐坤一样 今天李忠硕入伍的消息冲上热搜 这给予了他足够的尊重 只不过等到两年之后 他回来的那一天 是否还有人记得他 这里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OK